各位好 Sunday Cotterman 不是呀 不是呀 明天算Sunday 各位海外壞人 星馬泰 台灣香港 各位朋友好 聽聽主題曲 IMPOSSIBLE DREAM 一邊聽就講 今天講什麼 今天主題就是 短陣 短陣就是 不會講到一兩個小時 今天講講 中共 19 SARS SARS 就是COVID-19 是人工的野生 還有 少一點問題 不然 越講越長 今天就有英式足球 各位等著看球 我也等著看球 第二點 就是 喂 喂 喂 俄國的陰謀 助選 Bernie Bernie Sanders 我不喜歡 中共特約生活 破了三口氣 Ber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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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Bernie Bernie 是 Bernie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鼠題曲完 我為什麼要試試播這首鼠題曲呢? 最主要就是習近平的文章 民族復興由共產黨帶領 這個就是中國網 其實中國網很簡單 講真話 講真話也是一個impossible dream 你看多痛苦 各位姐 這首歌 是我朋友的傑作 由Jimmy Huntington 主唱 講真話 今天要變態一下 邀毅 你說正題之前差一點點 好棒 安華 欺明 公正黨的主席很厲害 我也說了 有聽我說 讓老馬 讓大哥 你喜歡做到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真的聽我說 到英明決定 不要逼啊 老馬 一定有日期 這是對的 不過我看一看 你這個大馬的原產業部長 郭素心 我看你 口罩 是不是 喂 你的塑膠很棒 大馬 喂 防疫衣 戈膏 褲 鞋 你也可以 塑膠的 防疫蟹 整套 這些 我看下去 可能會變成流行病 就算不是流行病 你口罩也要做 這些 樹膠很棒 想想 防疫衣 可以用塑膠 想想 各個一定行 不要只做避孕套 郭素心 大家知道 我這個節目 我這個節目最主要有什麼 公開 中原不正 再下南陽 南陽強大了 即是南陽 聖馬泰 華人區強大了 包括台灣 有機會你就再回中原 你理我 所有人都叫你去讀 軍校 迎接時代革命 假如有的話 大家知道我的心意 暫時 你不喜歡共產黨 你又沒有實力推翻共產黨 你什麼起義 湖南起義 湖北起義 又不行 先去 你負負負負責 我殺負負責 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 OK 今天正題就是 回來講講一下 究竟是不是野生 或者是 COVID 19 我講的 中共 19 沙士 野生和人工合成 在這裡 我可以掌握一下 台灣的九流 新聞 節目主持 沒有哪幾個 能夠有新聞觸覺 我們有新聞觸覺 你看看 是否俄國 待會兒會講到這個問題 我看台灣和華人 香港也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為什麼呢 就是講 最近 台灣的 那些 國路的 評論節目 我當它笑話 不過有時候 我以前也有個評論人 有實力的 彭文正 他現在中了風 就可以打這個 因為彭文正 打這個 兆豐金 打得不錯 這個 也是 下了力去做事 但是現在中了風 不要說他 其他的 台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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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抄襲別人 最先講俄國 當然俄國衛生部長說 全面 邊境封鎖 不讓中共任何人士進入 飛機當然不給 民航機之類 那之前他引起這段新聞 就說 俄國證明人工合成 說這個 COVID-19 就是我講的 中共19SARS 他是誰 最先發掘這個新聞 我給你們 我一早知道 我在等 你知道我 有水準的 公正 客觀 權威 我們不是很亂報導 老蕭根本沒有科學常識 一早說 人工合成 人工合成 現在就轉口了 哈哈 我們很謹慎 我實在說 和石正合作 在Nature 2015登的那篇文章 當然那篇文章 是有合成基因的 人工合成 那個病毒 那 因為 美國 我說美國 納卡 納卡 納卡羅拉拉 還有 FDA 也有 瑞士的科學家 也有 哈佛的科學家 也有跟他們合作 那些人都沒有說 他最知道 石正麗做什麼 因為 那篇 在Nature 2015登的文章 是不是 瓜頭排 納卡羅拉拉 北卡那幾位學者 只不過 石正麗排第四 他知道 大家知道 是不是 人工合成 是不是 因為他和石正麗合作 知道他們 武漢P4 什麼 他們沒有說 還有 美國很多 科學家 基因學家 病毒學家 諾行病學家 而且 石正麗 根據石正麗來說 是他們第一個 將基因 sequence 序列排出來的 而且 Coin了 Turn 2019 N COV 是石正麗說 根據New York Times 第一個 Coin 這個字出來的 short turn 澳洲又可以重新合成 日本又重新合成 台灣又重新合成 他們也沒有說 那些評論人在這裡吹 評論人吹 所以 所以我們這些比較慎重 我從未說過他們人工合成 我說 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 但我沒有說 就是 P4 或者P3 中共的成績 怎樣 合成 這個基因 這個 是 COVID-19 但是不排除在實驗室裡面有做過這個 人工合成這個冠狀病毒 但是是不是這個 就不知道 需要做一部 Evidence 其他香港的還沒有驚醒 你看那些評論員 台灣那些 執新聞 就是 我覺得他有時候 有些應該給一些 credit 人 其實他們每個都在哪裏 在大雨 大雨 這位大雨軍那裏 他的節目就是 新聞 拍案驚奇 2月16日 當然是今年 他那裏 在Youtube那裏有 現在還有一個視頻 他的標題很長 首個感染者被抓到 最後他有說 他仍然用武漢肺炎病毒 是重組結合 是俄羅斯說的 當然 他引述哪一位 一位 楊盛 有醫學常識的 企業家 叫做楊盛 俄羅斯出一份報告 由衛生部長 和俄羅斯聯邦消費者 保護局部長 兩個簽名 有51頁 51頁 他這樣說 因為簽得指 就是正式的官方 俄羅斯的文件 在2月16日 就在大禹軍的視頻 大禹軍當然有背景 他們說 俄國的報告 日五十頁 就是重組結合體 暗示人工合成 那些狗屬 台灣那些 慢慢地抄襲這段新聞 都抄襲出來 又不給大禹 我們引用大禹 新聞 拍案驚奇那裏 台灣這些傻傻在哪裏 你記不記得 王立強事件 然後某日就是Yinti Yinti大家都知道 一位新疆裔的美籍人士 他的網上都相當紅的 很多人看的 就是關於王立強的事件 有一個人打電話 證明向心曾經跟他共事過 跟國安有關係 以及跟情報機構有關係 所有台灣的傻傻 證明向心 中共的情報引事 引那位就是 引那位 我沒有否認 向心可能是跟中國情報部門做事 引那位上海人士 打電話給Yinti 他們想信 那位上海人士 你也很瘋 台灣這班人 真的是水準麻麻的 新聞從意 第一 因為Yinti有很多花樣子 曾經自己打電話去 冒充在美國打電話去 去告密告 黃河邊 怎樣玩 裡面的公安 這個人可能是在上海打電話 我懷疑是不是Yinti報局 所以收新聞 台灣的 你那些 更聰明 網媒和什麼什麼評論節目 扣扣自己也相信 Yinti 海外網紅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 某一個上海的人 打電話來 證明向心是什麼 是國安的 又說是怎樣 這些新聞要過濾 我們一早知道的 戴嶼那件 俄國 我一早知道 我們謹慎 不出聲 戴嶼說 俄國 這個人懂俄文的 他的朋友說 這位楊誠先生 很重要地分析那段新聞出來 大約 各位去查一下 20分鐘 32秒 大概 20分鐘32秒 那裡 看看 我們全都給予他們 他所說 就是說 他說 因為俄國的醫療系統 和醫生系統 很嚴格把關 都給予他們的 那些人 可能以後引起訴訟 因此 衛生部長 和消費者保護稿的局長 互相簽 簽這個 是怎樣的 這個病毒有可能是怎樣的 重組結合體 會不知醫生 可能是沒有什麼責任 假如有這種病的話 就是責任比較少 假如醫療過失的話 所以要出一個報告 那些垃圾 台灣的 十個有九個 叫他們這些 這些新聞出來 是嗎 那段五十個報告 就是最先大宇報告 又不給人家 是嗎 我們給人家 第一個是這個報道的 是嗎 是樣性 但是呢 我不懂俄文 所以我們很審慎 先不說出來 好了 現在呢 有些報告出來 就是Lancef 有些叫做鈴葉刀 最先有二十七個學者 是國際學者 有香港有馬來亞的學者 也有美國學者 就是怎樣 說明 人工組合 或者人工合成 是謠言 沒有 其實是野生動物的 野生動物 換言之 這個病毒 是整個 sequence裡面 沒有人工做到手腳的 我看過二十七人 在我來說 當然我也知道 裡面有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掛頭牌那位 Dennis Carol 或者是Dennis Carol 我讀Dennis Dennis Carol 就是一個在哪裏 是在Texas A&M 最近 Texas A&M 最近 就是被FBI提醒他們清理的 這間學校 以前 很多錢 受到中國給了很多錢 尤其是董志華 董志華是哪位啊 現在 就是老董 香港的前特首 又叫董志華 美國已經是 blame了他是大外宣的工作者 董志華就是怎樣 捐了很多錢去Texas A&M 用一個基金 用一個基金 剛剛才被FBI清理 這位有他掛頭牌 所以我有點懷疑哪些 馬來亞大學 華人 這位很突出 Sai Kik Leng 和中國交往 還有Hong Kong U Rio Poon Hong Kong U醫學院 你看看 被大陸滲透得很厲害 還有那幫學者 和大陸的緊密合作 管逸 是嗎 梁卓偉 那些 梁卓偉已經點名了他 公開點名 在New York Times有回應 寫文章 我大師說出來 還有管逸也有回應 回應也賣馬 因此 我覺得可能有中共大外宣 影響這27個學人 後來覺得有八幾二百人 跟著一起簽名 因此我今天拿出來看 就是 關於人工合成 或者野生 我現在就是 因為有八幾 加上了27人 轉鼓中國大外宣 都不會影響得那麼厲害 可能影響到香港 或者馬來亞大學 那位 Sight Kit Lam 或者 Rio Poon 這些是我個人的猜想 沒有 concrete evidence 潘先生 和Sight Kit Lam 原諒我 因為最初我也不報 我先看清楚背後是什麼 Dennis 這位 Carol 排頭的 在Lancet 出了一個 Statement 大家知道是不是 Support 就是一個 是野生動物的 不是人工合成的基因 跟俄國的懷疑 是人工合成的 衛生部長 和保護局長 簽的那篇文件 就有分別了 台灣 香港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們都 不要說了 喂 你call人 第一 要給credit 別人給大禹 你懂俄文嗎 有些懂的 但你收不到消息 大禹發掘到 人家 雖然他有背景 什麼背景 大家都知道 新聞 拍案驚奇 大禹 報道出來的 2月16日還在 各位看看 還有一點 我們是不是客觀 給兩樣的 一個俄國 說是人工組合 有可能 給Lancet 我們是不是客觀 俄國 就說很大機會 是人工組合 Lancet 絕對沒有 根據二十七的 二十七位科學家 病毒學家 基因學家 一大堆都在 還有一百多人 二百個 Support 簽名 那些都是一時之選 他就說野生 俄國的科學 都很先進 因為衛生局局長 最近都要加強 一早封關 正式命令 再封關 在俄國邊境 有些人說 包括澳門和香港 都封 沒有封台灣 真是好 普京玩政治 玩得好 真是 你也封不封關 特地剔開了台灣 當然是普京的意思 人家玩政治 玩得好 就是這個 怎麼好東西 自己去想想 當然普京 是不勢出的 真是 不勢出的 梟洪 Murko 曾經在莊園裡 單獨 燭光晚餐 又是普京 喂 川普 又喜歡普京 習近平 喜歡普京 習近平 以下的官員 都怕普京 所有人 習近平以下的官員 你不是緊爽 為甚麼 俄國風 你怎麼看 當然不敢回答 自從毛澤東有些骨氣 對著 和黑露妖夫的時候 爭這個共產主義陣營第一之外 其他以後 遇到俄國的跪在這裏 你看看江澤民 喂 中共有多少 殭筒不見了 江澤民時代 我不敢說 習近平怕普京 起碼為甚麼 不敢翻譯 普京的意思 那些記者問一下 緊想也好 俄國的態度 大家知道俄國 一對俄國 是不是跪在這裏 對美國 嘩 說春瑩渴美國 是嗎 一、二、三、六 再給你 你也沒有幫我點點點 嘩 美國 你看看 美國不學者 反而現在怎樣 支持 出信 在柳葉刀那裏 Lancet那裏 姚毓知道了 前北京大學 新明科學院院長 現在去了哪裏 首都醫科大學後長 讀書 那裏 都醫科大學的研究員 以及高福 和我們合作 整篇文 以及整個結構 你是分子生律學的 姚毅!出声吧! 所以我,有没有听到? Impossible Gym 姚毅,过去大家知道 难道真的好像冰心那样说你? 软了骨头就不敢出声 是不是真正人工合成 出于哪个实验室?姚毅知道的 我不要打完梁卓伟那些,美道家那些 香港那些高拥 那些什么本日 姚毅!出声吧! 野生啊! 人工合成啊! COVID-19 就是我所说的 中共19SARS 大家等着你啊!姚毅 Impossible Dream 就是怎样? 说真话 中国梦 不是啊!不需要像习近平那样 民族复兴 还没那么快 先说真话 中国梦就是说真话 多悲痛 先说真话 姚毅 住一住 咯! 扮兴出世 Sunday quarterback 我们是不是有些新闻触觉 一看到 是不是? 可能啊! 川普大师就布局如何? 养套杀 Bernish Sanders 原来不是啊! 昨天爆大新闻爆大新闻 美国的情报机构给他 提示他 俄国 这次再干预选举 山打是军 俄国呢 准备呢 帮你 促成你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相信俄国 俄国已经有观察到 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选举是什么? 我不是说了 Sunday quarterback 是不是我第一个说 我看到 这是新闻触觉 谁有啊? Sunday quarterback 第二队 是不是养套杀 我是不是第一个说 你看我的新闻触觉 我是不是说 你看看 Sunday quarterback 还空出世 第一队 第一队 是不是还空出世 我看到了 可能川普是怎么样 因为川普相当留意 这个台湾选举 他的团队 你问一问 Mike Pompeo 就知道了 不用问 Mike Filsberry Mike Filsberry 在哪里? 不用问 白邦瑞 白邦sir叫Mike 哈哈哈 这次在台湾选举 美国当然在网络上帮了手 帮了台湾 是不是 他已经观察到 文准用什么 仰吐杀韩国瑜 哇 俄国也 根据有情报出来 昨天 有留意新闻 各大电视台 各大报章有说 俄国也准备干预这一次 2020的选举就是什么 仰吐杀Bernish Sanders 我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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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Colorado 有说 是吧 有没有可能 很大机会 就是什么意思 希望捧起一个弱的对手 是不是 仰吐杀 台湾 民进党布局 仰吐杀韩国瑜 我说的 昨天各大报章 希望捧起Bernish Sanders 然后被Donald Trump easy kick easy kick 吃饼 如果是内行人 内行人 都知道 为什么Bernish Sanders 突然间民气起得这么厉害 喂 背后有哪些人做 现在根据美国的情报 是 我国插手 帮Bernish 不是叫山打士 帮山打士 军就捧起他 让他怎么办 川普 我说不用用刀 easy kick 哈哈 吃顶那么容易 哈哈 我相信有可能 有可能 Bernish 亦都醒目 说怎么办 川普 可能怎么办 仰吐杀 Bronberg 川普 没得这么笨 是吧 仰吐杀 Bronberg 现在看看大家知道 内行人都知道 不是我们说 奥巴马 Hillary Clinton 亦都出来了 是吧 怎么说 山打士军 出来 川普 像吃饼 那样吃的 Hillary Clinton 奥巴马 都不喜欢 山打士 出来 内行人知 如果真的 山打士出来 如果认了 去俄国的报局 的话 就养肚杀 就easy kick 吃饼 那么容易 给Donald Trump 是吧 这一点 有利 俄国人也看到这一点 山打士出来 被川普大师 easy kick 那就是换成什么 Bernie Bernie Neil Grinch 接受这个新闻 最近接受这个新闻 最近接受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 Fox 也说是什么 Bernie 是一个True Democratic Party 哇 这位真是养肚杀 一起 养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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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就杀 不用用杀 easy kick 这就是本人的 个人的意见 It's all my personal opinion OK 好了 今天 有一点总结就是 各位 这些新闻从业园 尤其是这些 台湾 马来西亚 各大华文媒体 第一就是 收到新闻要过路 第二 人家是第一个要说的 要给人家 大宇这么说 引用俄国的 文件 要给人家 还有收到东西 要过滤 我们早就收到 都知道了 大宇的新闻早就说 Lance早就收到 为什么不出声 查清一下 Lance的底子 Dennis Carroll是谁 Sai Geek Lam是谁 Real Poon是从哪里来的 HKU 这些有没有刺到 大外宣 或者受到 中共的影响 分清了事实才出来说话 现在 明朗了 一百多 一科学家 做支持 Lance的 letter Statement 是吧 由 Dennis Carroll 出头的 有些什么 Sai Geek Lam 马来大学 马来大学 和香港U的 Real Poon Real Poon 虽然可能受到 中国大外宣的影响 但是有百多个 通过去支持 他是野生的 暂时相信野生 先 我们做事 是什么 这些叫做 Scientific method 懂了吗 老少 有小子传媒去学习 大雨可惜 大雨 捉到佬不懂得脱角 现在那些台湾传媒 全部收拾了 俄国怎么怎么怎么 这些人工合成 你要看看分析别人 美国有几百个科学家 支持 是野生 雙方面正反要报道 这些就是了 自媒体中的 New York Times 就是这样建立的 小子学习 那些自媒体 什么光头仔 浪费 什么文昭 还有我徒弟 没有资格 懂不懂得看到 新闻触觉 仰吐沙 谁说 杨涛沙 Bernice Sanders 各位 新闻 自媒体 台湾的传媒 大口就好 一流大口 台湾的评论员大口 真的有深度 真的太少了 各位 自媒体的传媒 共勉 各位听众 共勉 保重 看看英国足球